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与第一季的模式相似外更是请了一些素人加入 是对我们来了的创新发展 赢得了较好的评价 曾记得再一次谢娜与张一星在快乐大本营中的猜人的游戏环节中 谢娜与我们来了 忠谁没她漂亮作为问题 竟然大言不惭的猜雅之计 佳玲姐 林几何老师等一阵吐槽 你是眼下了吗 你哪只眼看见雅之计 佳玲姐没你漂亮 简直是把握我们来了 那女嘉宾得罪了个别 更有一家补刀说 下一季我们来了 就改成 我们来了支线的走了 故事并没有这样发展 娜姐持续二年一直坚持在我们来了的舞台上 她并不曾离开 太阳女神的光芒是炽热的 她将爱 阳光 温暖洒满整个人间 所以娜姐怎么能离开 她还要负责大地 作为我们来了三中嘉宾 德娜娜对这个节目并不陌生 各位元老级人物 对她而言 唯一变化的就是身份的转变 曾经的我们来了 中她还是个小媳妇 今年她就已经晋升成翘翘与跳翘的妈妈了 已成妈妈 角色的娜娜 此次的我们来了三 将会有不同以往的感受 这次的我们来了之中 没有资深的艺术家 而是《小花园集》 更是为这部剧增添了满满的流量 首诗绿 林允 谭宗运 谢娜 张子峰 唐嫣 王子文 关小彤 迪丽热巴一共上演年轻版的《我们来了三》 让我们看到新一代小花们的玩闹日常 期待满满 张子峰作为00后的嘉宾 更是我们来了 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年龄最小的明星偶像 虽年龄小 但又是资深老戏骨 在唐人街探案 唐山大地震 同桌了你 终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像第一季的《徐娇》 因出演《长江七号》的《小男孩出名》 而被誉为新女郎 如今也是女大十八变 成了情形玉力的大姑娘 喜欢Cosplay的她穿衣打扮 十分有自己的特色 同时她也自己设计衣服 在外国读书的她 也是个名副其实的学霸 我们再看第二季的欧阳娜娜 被誉为天才少女 大提琴功力以练就的出神入化 演奏水平极高 甚至是最小的华人大提琴手 年级轻轻的 她已开过几场 自己的大提琴演奏会 她又凭借俊俏的外表 活泼开朗的性格 进入了演戏行业 北京爱琴故事中的大提琴女孩 欣欣美好 让她走进大荧幕 她因活泼的性格 她也涉足于综艺 综艺感十足赢得了人们的喜欢 今年更是受到了国外顶端音乐学院 伯克利学院的offer 将成为王力宏的师妹 所以张子峰难免拿出来 与他们比较一番 在本剧中另一亮点 就是关小彤与迪丽热巴的加入 作为现在宏极一时的流量小花迪丽热巴 曾在综艺奔跑被兄弟 中音爱事的性格 坚强勇敢 经验的外貌 圈粉无数 作为第二个 她参加的真人秀综艺